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交通处长王振宏 以及官销处长郭继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员们一行人 在议长佟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带领下 先到基隆成绩转运站听取简报 目前实际进度99.74% 落后0.26% 基隆市议会也非常关心 什么时候可以启用 包括硬体设施设备就定位了吗 以及启用后的13席客运和12席公车后车停车位 以及交通动线和交通安全等问题 因此特地安排到现场实地考察 今天我们全体基隆市议会 都一起来考察这个成绩转运站 那这也是市民及我们所有民意代表 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工程 那这边是招呼的一个实力 那我们未来会把所有的客运 不到客运 公车 还有部分的公车 整个动线会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那今天我们议员都非常关心 未来的交通动线 交通疏散的状况 然后还有我们有多少车子 然后最重要是工程进度在哪里 所以我们会要求市政府加速来进行 来希望尽速的给市民一个良好的后车空间 让我们有一个舒适的等车 跟回家方便的道理 市议员一行人进入城际转运站 参观内部后车室的空间 更一路走到基隆火车站北站出口处 查看外面的客运停车位 以及旁边的公车停车位 未来启用后客运以及公车 将依循一定规划的交通动线 从中山一路回转上高架桥 直接上中山高速公路 而如何确保交通安全 也不会影响到平面道路的交通 都是议会重视关心的地方 随后市议会也到已经启用的新义国小停车场 考察了解地下两层楼 共349席汽车停车位 其中包括18席汽车充电停车格的运作情况 市议会希望信义国小停车场可以作为未来其他区改建学校时 一并规划设置地下停车场的参考 也建议交通处多多对外宣导 让信义国小停车场能够充分获得最好的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